你見過什麼樣的中國 是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遼闊 還是三百萬平方公里的澎湃 是四季輪轉的天地 還是冰與火演奏的樂章 像鳥兒一樣 離開地面 衝上雲霄 結果 超乎你的想像 前往平時無法到達的地方 看見 鑽水高空的奇觀 俯瞰這片朝夕相處的大地 再熟悉的景象 也變了一副模樣 從身邊的世界 到遠方的家園 從自然地理 到人文歷史 五十分鐘的空中雨程 前所未有的極致體驗 從現在開始 和我們一起 天際遨游 湖北地處中國中部 三面群山環繞 漢江借山勢 衝擊出一片陌野千里 長江自西而來 沿途灑下眾多湖泊 日出水陸相見的千湖印象 最終 長江與漢江在武漢交會 這趟旅程 我們將登上一座 仙氣飄飄的名山 拜訪住在密林深處的大家庭 最後 在雲中 尋找靜密的大湖 山不再高 有仙則名 山不再高 有仙則名 山不再高 武当承载了古今人们对仙境的想象 明朝皇帝朱棣认定真武大帝 就是从这里修道成仙 以山室建起的楼阁 就是朱棣为他的心中大神打造的理想居所 几乎在同一时间 朱棣命数十万工人被建自进城 南修武当山 历史十二年建成了这九宫八贯等三十三处建筑群 所以这里还有个名字 武当紫金城 古往今来总有人来到这里 站在天地之间试图探索身体的内在力量 而要寻找古人来自修炼的痕迹 文宝工作者就得有点硬功夫 专家们攀上崖壁 探访岩洞里的七层雾楼 体会隐居山中的人始终不变的心境 眼前一百八十七座高低不同的山峰 组成了复杂的地形 这对人来说不适宜居住 却在第四季冰川期作为屏障 保护了许多远古物种幸免于难 至今繁衍生息 生活在神农架的川金丝侯 就是从那场劫难中走出来的幸运者 虽然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湖北侯 但因为他们的同类 是在四川第一次被人类发现 所以他们只能顶着川金丝侯的名号 冬季最为难熬 饥寒交迫的时刻 家庭的温暖就显得格外重要 一家五口其乐融融 不信 数数尾巴 心境父母难免紧张 怕孩子动着 只能临时组成一件大衣 保清岁月的老猴自然最稳 在他看来 坐下赏雪才是头等要事 这片原始林区 位于中国的中部地区 他的勃勃生机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 大九湖是重要的水源涵养地 这里的每一滴水 都有机会注入汉江的支流 堵河 汇入丹江口水库 带着神农架极致的纯净 滋养更广阔的土地 飞得够高 总能发现这颗星球深藏的秘境 水流洞穿高山 重力坍塌大地 然后加入一场全程联动的团圆庆典 这处绝壁就在人们面前 但还把两千多米的身高 挡住了人们探索的视线 直到2004年 才终于有人第一次发现 隐藏在他身后的神秘峡谷 翻过它 大地珍藏了亿万年的杰作 一一呈现 绝美的峡谷远不止这一处 同样是源于流水切割 大地挤压 风力侵蚀 自然出动水路空全部力量 将它们打磨成现在的模样 然后一直珍藏在这些云雾之中 无耻 大约成年人双臂展开的宽度 这是峡谷最窄距离 坚硬的山体在漫长的时间里 被撕开 崩裂 错位 向下数百米 小船勉强穿过 西水宁静清澈 搭上浮船 即可拍上一张悬浮半空的网红照片 如果还不满足 那就换上当地人热情提供的民族服饰 再拍一张 一朵看似轻盈的云 由数百吨水汽组成 水汽下落 汇入河流 然后便在厚度超过数千米的碳酸炎炎地层中 演绎着水滴石川的金城 亿万年的埋头苦干 河流在地下穿行超过五十公里 拿下世界最长暗河的名头 人们向前的脚步 有时只是在探索自己的胆量 来到这里的游客 即便不经历风雨 也可以遇见彩虹 但要想见到彩虹深处 则只能是专业的科考人员 一根三百米长的绳索 是抵达这座天坑底部的唯一途径 也是读书勇敢者的方式 外人来到山里 为了感受大自然的力量 而久居山里的人 却最期待人多时的热闹 每年正月十五 恩施土家族的年迎来重头戏 夜幕降临 大人小孩集体出动 把祈福的蜡烛整齐排列 插在自家的门前院墙 屋顶阳台 乡间填梗 人们彼此接力 点亮蜡烛 无论邻里街坊 还是素昧平生 这一刻都被点点光亮 连成一片 完成露竹祈福的人们汇聚广场 舞龙舞师的表演已经开始 几张方桌步步高升 走街与与张 走街串像 锣骨阵阵 脚步虽慢 也要把祝福送往家家户户 暴烛声响 焰火生腾 人们祈愿合家团圆 岁岁平安 这一段旅程从一片峡谷开始 跟随巨轮感受一座大坝的魅力 去往平原 与麋鹿共赴浪漫的邀约 然后体会一顿独特的热辣风味 长江三峡边 这样的行传故事上演了千百年 现在它真的成为了正在演出的故事 不再需要与风浪搏击 西陵峡腹地 也可以装下人们对安静优美的想象 一夜清舟 一袭红衣 配上人造的尘物 也别有情趣 微缩的景观 不过希望美景实时出现 但是 当真正的尘物 撒满山水之间 西陵峡 西陵峡便开始向人们展示 他不可模仿 无法超越的天生地志 长江流经中国大地 落差达到六千多米 三峡大坝就建在中段的陡坡上 他的目标很明确 防洪抗旱 水力发电 台升水位 疏通河道 中国第一场河 被这条两千三百零九点五米的混凝土大坝 拦腰结住 船只想要通过唯一需要克服的 就是如何走上这道四十层楼高的超级台阶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人们建造了这个世界最高的生船机 还为超过三千吨级的大家伙 安排了依靠福利逐机而上的五级船渣 自从三峡蓄水后 过往的船只不但没有被大坝拦截 连单向通航能力反而提升了五倍 水位的台升 让长江成了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 万吨级的大型船舶也可以从上海直达重庆 不再有高山深谷的佳基 奔涌至平原的长江多了一股温柔 湿润多物温度适宜的沼泽 让麋鹿的求偶期 比其他大部分鹿种早了一个季节 这里的麋鹿从初来的六十四头 繁衍至两千五百头 在这样的大种群中 大型相亲现场 氛围再浪漫 也还是要凸显自己 鹿角让熊鹿下来 如果说是对面人与继续 便会自己的话 那么大一股 把我钓得太多的 我认为很少 所以就在这 Martin 上海 还有你 还是认为 我 酒 警察 我们要认为 你 我认为 甚至是 我认为 为了这群钟爱浪漫的生灵 继续缓缓前行 开阔地带 长江用裹挟了一路的泥沙 铺出大片凉田 一种爱在水田里打洞的外来入侵物种 曾经在稻农中人人寒打 但当这些小龙虾 窃后了浓郁热辣的湖北烹饪 就迅速征服了中国人挑剔的味蕾 也正是被接纳为稻田的一部分 不论池塘沟渠 小船儿飘一道 就能捞出一网构作银生的小龙虾 湖北方言管捉虾 叫做搓虾子 而搓虾子也是赚外快的意思 当然 比搓虾子更快乐的是搓炖虾子 小龙虾这种食物自带社交属性 把桌子搬到街边 没了什么餐桌礼仪 只有吃的尽兴 聊的尽兴 在湖北荆州 貌不惊人的土堆也不可小觑 封土堆下是两千多年前的楚国君王 和一个绚丽的京楚文化 考古界流传一句话 叫北有兵马俑 南有熊家种 可见熊家种的地位和价值 这座楚王的亡灵 虽然只进行了局部发掘 却已经露出了它宏大的规制 不同于土桃烧制的兵马俑 熊家种是大量真车 真马 真人陪葬 有着八百年历史的楚国 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 南部疆域最大 实力最强的诸侯国 是秦一统天下之前 唯一能够与之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 人们以熊家种楚墓为基础 建起了博物馆 并对这个顶级文化一致进行科学保护 跟随汉江的风 前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 穿越一座文化古城 奔赴古朴与潮流的盛宴 看汽车如何改变城市的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坝加高工程完工 第二年正式通水 为保这棚一眼见底引用水的捷径 人们彻底退出了水上人家的生活 将这片水域还给鱼群 水鸟 人们靠着绿水青山 过上了更好的生活 一路沿江向南 闯过连绵的山岭 汉江借山市冲击出4.6万平方公里的江汉平远 它寓出一片湖广熟天下族的风雨土地 也顺势将一座古城揽入怀中 地处交通要道 襄阳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 但铁打的襄阳流水的守护 是这座古城留给世人的印象 宽阔的护城河守住一座城 也守住了两千多年的时光 三顾茅庐 隆中对策 水淹七军的三国往事 唐朝出现的夜市 还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美食 在这里 历史轻松融入到了人们今天闲适的生活中 这是一座因车而建 因车而兴的城市 五十多年前为了三线建设需要 十几万年轻人离开家乡 奔赴鄂西大山深处 在这里的二十一条山沟里 建起了发动机 车架等二十七个专业厂 也将这里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汽车城 从无道友到跻身世界前列 乍根这里的人把每一次挑战都变成了蜕变的际遇 现在平均每两分钟就有三辆东风卡车走下生产线 这是全国集中度最高功能最全的汽车试验厂 海内外超过一千五百家汽车企业在此试验测试 爬坡下桥 急速绕庄 从每一个飞驰的身影中 我们似乎都能看到 当年那些建设者们 从远方来到这里 点燃激情 大显伸手的影子 前往传说中的千湖之地 发现江湖里的宝藏 在湖边的动物社区 体位不一样的家长里短 我们的飞行由北向南跨过长江 水域面积逐渐增多 这些湖泊曾经属于同一个上古传说 云梦泽 在漫长的时光中 长江 汉水 在洼地与丘陵间肆意摆动 造就了这里水陆相间的独特形态 也造就了湖北无法计数 却独特迷人的千湖音响 这是千湖之一 一千零二座小岛均匀分布其中 既然数字够了 它本可以叫做千岛湖 但全世界共有三个湖泊可以享此殊荣 不愿共享 只爱唯一的他 便给自己改名为仙道湖 而这个仙字 不仅告诉人们 他美的与众不同 也让云梦泽的浪漫与传奇 在这里找到了归宿 一席大红斗篷 就能尽显江湖儿女的豪迈气魄 看看小朋友才知道 原来长大是件太耗费勇气的事情 不过有时候自己选的路 也需要别人连拖带拽 才能坚强挪过去 在这里 河湖港岔交织出一片红色热土 上世纪三十年代 鸿湖军民充分利用水路相建的有利地形 打击反革命武装 以鸿湖苏区为中心 建立湘厄西工农红军的根据地 今天的洪湖岸边是农家人的田园 也化了 河西工农末 南河西工农机 距离长江四公里的湿地中央 六百亩池山刚换上一年里最火热的色彩 来自天南地北的房客就立刻住了进来 这里大多是鹿鸟 目前维持在两万户左右 体型硕大的大白鹿和仓鹿 一向终于顶楼宽敞的高景观 这样的高度也为大个子起飞 预留了充足跑道 住在低楼层的小家伙们是十足的野猫子 别看你个个都睁着眼睛 其实此刻是他们的睡眠时间 秋去春来 迎来的不仅仅是新的一年 还有许多新生的宝宝 无论哪个成长阶段 家长们都操碎了心 中间楼层的白鹿家家都是死胞胎 吃饭时间难免有些吵呢 隔壁单元的池鹿一家 直勾勾地看着别人家的大鱼大肉 顶楼的正在学飞的仓鹿宝宝 显然不受干扰 父亲示范 母亲讲解 孩子们哪敢分心 这一片难得的湖景小区 不仅为之绝佳 更有人们的精心呵护 来年 后永归来 这里依旧会是安家的首选 最后的旅程 在长江之盼 登上绝佳的观景台 参观一座沸腾不止的老厂房 参加一场声势浩大的毕业典礼 最后用灯光点亮这座英雄城市 大江大河之盘 总有城市相伴而生 若遇到两江交汇 这座城市的际遇 就会更加不同寻常 这两条江 若是大名鼎鼎的长江和汉江 交汇出的武汉 必有更多的非凡之处 千湖之省最多的水 在这里汇合 金楚文化的不盛不休 风格迥异的南北脾气 和近现代的东西文明 在这里碰撞 柔错 九省通群 通达天下 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中 从不缺席 英雄辈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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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不远 有一处面积不大的区 这里曾经寄托着中国人 对工业新国的希望 一百多年前 人们选择了这个交通最便利的地方 兴建了寄托着近代工业梦想的汉阳铁厂 炼出了全中国第一炉钢水 解开了中国工业崛起的大墓 他的威名不属于生产了汉阳造步枪的汉阳兵工厂 曾经的故事 在通替全钢的博物馆里 被年轻的人们悉心聆听 炉火已经熄灭 但这座百年铁厂曾传遍全国的声音 仍享彻在这座城市的上空 从一炉钢水到一座城市 它始终在这里凝望着这片土地 凝望着代代青年 以火热之心灌注梦想 如今 中国人实现了令世人羡慕的钢铁梦想 全球最大的高铁网从这里可见一斑 武汉动车段 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动车检修基地 全国四城的动车要在这里接受检修 白天飞驰在五湖四海的列车们 晚上到这座中部城市举个会 洗个澡 检修一下都不算远 修整过后 在各自驶入远近城市的早晨 过早是每一天最有仪式感的开始 早餐要过 一如过年 过生日 足以见得武汉人对它的重视 边走边吃 是过早必备的技能 拿上一双筷子 就能吃到最新鲜的早饭 在武汉 无论是南米北面还是煎炒烹炸 只要好吃就一定能够拥有一席之地 一双签可以被吃进肚子里 也可以趁着初春农装上阵 每年二月初到四月中 武汉会挑选出西洋中最温柔的颜色 倒映在东湖的湖畔 日极落的樱花 在这里却能持续整整两个月 武汉人的秘诀 是栽变几乎所有的樱花品种 在让它们不同的花期接连起来 举起小手 品味人生第一次风吹花落 搭配汉服 拍下一张穿越时空的相片 如果意犹未尽 整座樱园还会开启夜樱模式 这是武汉浪漫的春天 该绽放就盛大绽放 该浪漫就狠狠浪漫 到了夏天 浪漫的主题被快乐接管 以最肆意豪横的自由方式跳入水中 是武汉人发明的江湖运动 玩转燥热热的夏天 就得这么豪爽 任性 很少有人会用声势浩大来形容一场离别 但是在武汉 这个词恰如其分 每年六月是毕业的季节 落家山下 盛典绝不缺席 在告别之前 手机里存下的一定要是最美的笑脸 分别之后 同学们将以理想为光 各自加油 武汉从来不缺理想和使命 历史上的武汉 亲历了诸多重要的革命事件 一百多年前 伴随一声枪响 革命者将民主共和的旗帜 插在了中国大地上 这座英雄之城 总能在人民需要它的时候 挺身而出 这是一座在全国人民的注视下 仅用十个日夜 就建成的医院 全城静默的两个多月中 火神山 雷神山两座医院 争分夺秒 不仅治愈了近五千人 还保持着零感染和零扩散的记录 一座城市称为抗疫的先驱 为全世界应对新冠疫情 争取了宝费的宝费 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夜晚 当灯光点亮这座城市 他的光芒为长江经济带的发展 释放着澎湃动力 站在长江的中心 武汉 希望每一个过客 再次停留 他的古老与现代 坚韧与从容 他的每一面 都想让你来看一看 铁架的老马头 穿越不同的时代 正在向人们发出邀约 来到这里 过去的美好会照进现实 凝结的时光 会注入即将启航的旅程 今天 这座英雄的城市 夜景璀璨 那是古往今来 星星点点的理想 为之点亮 人们不用知道 每一盏灯 是为谁亮起 因为当所有的光亮 汇聚一起 前行的路 就会被温暖环绕 我也不想要 这座英雄的城市 我都知道 我都不会有 我都不会有 是为之光 我都不会有 要是为之光 我都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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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